嗨嗨 大家好 大家好 白同學 白同學 今天又要來五金行 買什麼東西啦 我跟你說齁 人生齁 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營的時間 還是不營的 就是來生五金行 這不錯捏 這什麼叫做健康管理師 欸 濕度溫度計 買一個蒸到魚丁 這是撈下去的時候 這可以快充的 我最近很喜歡買一些 一些電器 一些東西 過熱之中斷電這個不錯 還熱的 看還有什麼東西 LED強光的一種 鎖電筒 他說有夠嗎 來看一下 好 還有什麼咧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吧 這個鎖電燈 鎖電燈 鎖電燈 它就是 晚上有人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 那個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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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可以讓它來分享一下 觸碰式 它就一支 一支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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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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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鎖鎖 那是像這四個東西 很方便 一些鍋圓飄盆 啊這個 喔這漂亮 喔這個讚 但是這個太大 大概要放到那個 洗碗草盆 喔好像現在這白天的東西 白天的東西真的 單價不便宜喔 什麼七百塊 七百塊應該是這個啦 這個多少 這個三百多這個可以喔 我來研究一下 這個放我 我先放在洗碗機旁邊 把它放在那裡 可以放一些杯子 還可以放一些 鍋圓飄盆 大概 鍋圓是漏空的 這個 我先想一下 我剛才是用的杯子這個啦 啊上面這個 我看 杯子的部分這樣把它放下去 它可以放下去 啊反正放一些菜刀 好這個可以先手選 我們繼續再看 這個椅子是有水槽的 啊這個小熊的 啊小熊杯子 對 啊 杯子比較對 我還想到杯子啦 這杯子小熊杯子多少 現在 放著放著 它可以像小熊杯子這樣放 這樣可以放兩周 這個多少錢呢 小熊杯子也有 這個可以 再來再看 啊這什麼杯子 這波浪的這個東西 哎唷 波浪6杯子 啊這個 這個是到底要怎麼放 這樣喔 還是放這樣 我看小熊這個比較適合喔 因為這個不曉得怎麼放 啊這個黑的黑的看起來好像比較不適合 廚具的部分是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什麼 欸這很多東西好買的呢 好 到底要買小熊杯子 還是 買一隻這個 這個什麼 在水底 那什麼 煮的 還在鼓兩隻 然後大機金油條的 這很像打骨架 這個打蛋機在用的 啊這水龍頭 這彎的就直接就在賣了啦 不知道就是開罐器 然後這個是接上去的時候 它是多動向的 它是多動向的 我看這個不錯 啊這是頭像花灑 還可以撲 哇這個褲子的 我會想說要 接一個 接出來可以 旁邊再接個那個水龍頭 不曉得怎麼用 哎這也在賣了啦 那時候來算的時候沒看 所以這個老闆我比較建議 他真的 他要是真的想去撿耶 好先缺什麼再買什麼 這兩個到底要選哪一個 這個是純粹只有放杯架而已啦 啊你接就變 我都放不一樣 來你如果說一些菜刀 一些 齁 刀槓還可以放這樣 啊杯子是多少 齁 啊然後這個 它放這樣的話 它是 整個騰空嘛 騰空我看看 模擬要把它放下去 啊現在在放碗放碗 我是覺得這個感覺比較 比較合適 買哪一個 讓你們猜 快應該說 快進去